刚拔出来曾经救他的守夜宫就赶了过来 又喝多的守夜宫想带点东西回去交差 杰克一共收获了八颗土豆 他打算两颗作为明年的种子 三颗作为过冬的食物 到时候请爱马吃饭最少还要两颗 守夜宫表示我曾经救了你的命 最起码要做到剑一面分一半吧 于是杰克就拿出刀子把一个土豆切开了 守夜宫那过半块土豆满意地表示 以后咱俩就是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就在此时地中海警察又开车赶了过来 守夜宫一看是警察赶忙 表示我有事先走了 这次地中海并不是来抓杰克的 前几天警方把你的照片发布出去之后 你的妻子联系了我们 你妻子表示你叫杰克是造船厂的汉杰公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 不知道为何你的妻子没因为你的失踪而报警 杰克坐在门口连抽了一盒烟也没想通